但因为我最近就有发现 因为的确刚开始 就是蒋安市长他上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些 据我所知就是有一些媒体 他可能把就是北市 住在那边 驻扎在那边的一些记者人力 是有做一些缩编的 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说 蒋市长好像也没有说 一直开所谓的媒体联访 然后包含他可能在讲的时候 的确也比较保守 所以有一些他们就觉得 那要常驻的采访吗 这样然后就有点 想说那不然做一点点 人力上的调整这样 那最近看起来 我觉得他好像受访的频率有变高 然后再加上新闻量也比较多 就是他比较会去对一些 时事议题 特别可能像前阵子立法院的那些 什么国会改革的议题什么 他就直接回答会比较 直求对决一点 对因为他以前也当过立法委员嘛 所以大家就会把类似的问题 或者是立法院发生了什么事情 再回头去问他 那他确实 因为以前我们都想说 像柯市长在总质询的时候 然后上面的媒体几乎就是20多家 然后这个柯市长从头到尾 有时候这个总质询 就是从1点开始到6点结束 从头到尾都会有媒体 这样很认真的拍给他 千万不能漏掉他 任何一句话的那种感觉 那可是蒋市长他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这媒体的数量 确实是少蛮多的 就是比较安全 然后渐渐的大家可能问一些政治议题的时候 他也比较就是不答 然后像他也不会有太发脾气的时候 我觉得 对他情绪波动比较没那么大 对除了第一个会期对民众党议员还蛮凶之外 第二个会期好像就还好了 现在还好了 对那就是对于大家而言 那个新闻画面跟那个热度 还有那种冲突感可能就没有 所以有些记者就觉得 那好像可以先放一放 然后最近立法院又打得这么火热 那就干脆都去立法院 跟力都去那边了 对所以就没办法 我们那个台北市议员只好自己找饭吃 自己找饭吃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